第二週的西甲賽時 有基朗娜主場對著王家馬得利 基朗娜上季在主場勝過王馬 這場比賽就算換了教頭 由沙基利斯坦帶領 但無懼跟王馬鬥功 這場球打正選的晴峰 羅森盧表現不錯 這球逐端給得到寶寨加西亞 結果這球員倒戈對著王馬 半空門的狀態射入 16分鐘的時間為基朗娜領先1比0 上場比賽基朗娜的進攻 是做得非常之好 很有娛樂性 王馬鬥也有機會 這個球是阿辛斯奧入到近區 突然出局時有些女王 結果前市督城的球員 一出腳是有接觸的 這一屆西甲有VAR 所以看得很清楚 有犯規 莎掌洛威斯來過帕朗娜 射中間勢勢力 結果追上平手1比1 這個十二馬也很重要 至於王馬在上場的表現 不算很理想 這個球幫助王馬先追平 到了下半場 又看到後防問題出現 這個球又踢跌 就是阿辛斯奧 阿辛斯奧就由上半場尾段 撥到一個十二馬 下半場早段都有 這次犯規的就是防中的位置 幫斯球 也很明顯有接觸 第二個十二馬就來賓斯馬去處理 射程就2比1 這場球是賓斯馬 巴爾的表現都非常好 基諾羅华斯就拆動這個反擊 給了Easy Go 突然間蒙尼莎失蹤位 加上食塵 因為巴爾的爆發力非常之急 單對單的情況 拿回軟柱 下半場黃馬的發揮非常理想 沒辦法了 這個位是蒙尼莎失蹤位之後 巴爾的速度太快 拉都拉不下 結果這個本單都機會的情況下 巴爾看過漂亮的角度 也是為皇馬擴大比賽去到3比1 之後看到摩迪也是後備入體 落場表現一下 這個球彈進去中間 找到賓斯馬 這個球漏了 他原本以為有月威 但最終這個入球其實也是有效 因為巴爾和賓斯馬的位置成直線 平敗的,這球沒有月威 巴爾助官給賓斯馬 王馬今天這場球 兩個球員的表現最出色 到了尾段 基朗蘭還有一個起腳機會 但很專注基朗蘭華斯 可以擴奏這球 變成王家馬得利 最終有賓斯馬 回開二度之下 最終王家馬得利 可以在蒙迪利維球場 這裡拿足3分 頭兩輪比賽都贏了 勝上榜首 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